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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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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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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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域远订婚单 为观察区的女嘉宾 提供的暖心礼品 色号 据我观察 男嘉宾你是不是比较喜欢 穿着比较酷一点的 然后黑金色这种你特别喜欢 你是洗礼咨询师吗 就太准了 必须得比 对的 好的 看第一条片子 除去性命 别人会用什么定义我 小混混 不良少年 坏学生 直到我遇见了舞蹈 17岁加入舞团 不到一年时间成为舞团No.1 后来我来到北京现代音乐学院 中国街舞街的复旦大学 成为奥运会舞蹈表演志愿者 我是朱绍军 一名舞蹈老师 舞蹈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以前学习天天挨骂 不被人看得起 跳舞之后 我发现我去哪里 所有人都会给我同来掌声 我的梦想就是成就中国最大的舞蹈培训机构 因为我家庭的教育比较传统 特别严格 导致我从小有一点自闭 不太会与人打交道 为了克服社交恐惧 我曾经尝试搭讪100个陌生人 我一直以为 就是人们都会是那种很有敌意的 你神经骷马 其实不是的 每个人都是其实愿意与人交往的 就你搭讪的开场吧 一定要有趣 比如说你好 我现在突然想做俯卧生了 你可以帮个忙数一下吗 我特别爱折腾 折腾的事情太多了 变魔术 做菜 写诗 弹吉他 但我rap写得更厉害 字压单压 回转压 双压跳压 十二连压 我的技术特别复杂 人人都会做的菜 我就不想做 我会设计很多的菜 不一定好吃 但它觉得健康 觉得有故事 24号 我其实超级喜欢跳舞的男生 因为我自己是跳舞的 我跳的五种是拉拉超 你有听说过是哪有类型吗 了解 了解 之后呢 因为我脚丸 不然我想跟你盖舞一下 可以吗 没毛病 等你啊 好 还有一个介绍的时候 就是说跳舞的那个姑娘在哪儿 21号是吧 待会儿出来我会叫你的啊 排队啊 排队 已经有两个 两个报名的了 杨泽慧 刚刚看到你就是V3里面 有跳舞的片段 我觉得非常酷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 也是街舞歌的社长 然后我跳的是 歌词和Jazz 哇 我看到你短片里面是 应该是有跳 locking和popping之类的吗 对的 我觉得很酷啊 待会儿也可以一起 切磋一下 第三个了 有时间向你学习一下啊 谢谢 3号 刚刚几位女嘉宾都是说 她们比较会跳舞 你也会跳舞 然后我在想 这是你的天赋吗 只要你肯迈出第一步 接下来肯定会走向你希望的样子的 说一下3号 你最擅长的事 说一件 我会做饭 我其实对会做饭的女生 就没有什么抵抗力的 对 赶紧说一下你会做什么 我比较喜欢煲汤 广东人吗 不是 南京人 不会讲南京话的那个南京人 对对对 狗不会出去大小便的南京人 说两个 你自己设计的菜 你还比较得意的 超级土豆泥排骨番茄饭 谢谢大家 你大概把所有的食材 都在菜名里面体现出来了 对对对 好 来 选第一个你看 请男嘉宾在拼多多购物APP上 为中学女生跳旋律 看一下男嘉宾选的第一个女生是谁 11号 加油 有请男嘉宾 这位男嘉宾是真爱网向我们推荐的 你好 我是你们的心动男孩 BJoy朱绍军 我来自长沙 今年30岁 所以你们准备好认识我了吗 刚才说了这么多跳舞 就让我们从跳舞开始吧 先给大家来一段 他们甚至没随瞄准 就随时准备交恨 一交恨就必须被调整 还是我们Rap Wake up When you turn up the track Wake up 要来几个回合 我配合你们的规则 Hip hop 穿过顿中的爱 当拿起终于的麦 为了Hip hop 刚才报名的我来看看 我先记得的是21号 来吧 Hip ho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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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 Hip hop rehov Hip hop 杨铿汐 杨铿汐 要不要 rij价提了 来 来 estava 好 高跟鞋跳得咸相欢声的 就是 吓得我一身老汗 我特别高兴地看到杨泽慧 以前都是那种高冷晚礼服 今天有那种很热辣 很性感的一面 好 跳舞跳完了 可以聊点什么了 9号 选我 选我 虽然我不会跳舞 但是你穿一层的舞 我还蛮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我和你有很多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我也很爱折腾 也有很多兴趣爱好 我现在在全球旅行 过几天我生日的时候 还搞了一个黑泡的派对 所以说我觉得 就是我们这样满多共同爱好 虽然我不会跳舞 所以说我的灯 会一直为你留着的 刚才他那个片子里边 有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就是这个搭讪 有没有人能够给我们分享 一两个经历过的 比较清新脱俗的搭讪的方式 给你们留下过印象 有没有 10号 我基本上搭讪的方式 都是以外卖的形式 就比如我在路上 看到哪一个男孩子 就是说比较吸引我 我可能就会给他说 我是送外卖的 那个你能跟我说一下 哪一个路怎么走怎么走吗 我基本上都是以这种形式 其实你不是问路 就是搭讪是吧 对 前两天我看到一个 一段视频是这样的 一个女生坐在车上 电话响了拿起手机来 喂 那头一个男的声音 为什么不接电话 我刚才有点事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对不起 我刚才有点忙 你三个小时不接我电话 你在忙什么 你怎么可以不接我电话 你谁啊 我是送外卖的 5号 我讲的就是 我在做空姐的时候 被搭讪的经历 一般的我们喊乘务员 就说乘务员或空姐 但她一直就 徐亚丽帮我倒杯水 徐亚丽 我要一份餐这种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这个人很奇怪 因为正常的是 不会叫名字的 她就想要我电话号码 公司不允许 所以我就没有给她 到下飞机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一波客人 送下去之后 要迎接下一波客人 然后时间卡得特别死 然后她就坐在飞机上 就是不下去 就是等着 跟我们程务长说 我就要要徐亚丽的微信电话 然后就没有办法 就给了她 就是妈妈不给我买玩具 我就赖在地上不走了 就是这个思路吗 对 差不多 差不多 其实就是大家对搭讪呢 有一个误解 就搭讪分两种搭讪 一种是就像喜欢你嘛 对吧 但是她又不直接说 又跟你要微信又干嘛呢 但其实我的那个搭讪 就不太一样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那比如说前面就是我的心动女生 那可能我搭讪你的话 我就会很直接地走上来了 我静静地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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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静静地爱我 你等一下 我跟你说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魔法 但是我对你就一见如故 所以你叫什么名字 叫Joyne 谢谢 其实像你这么好看的话 找对象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吧 如果街上有一个人 这么跟我搭讪的话 我会转头就走的 对的 但是现在你走不了吗 因为是这样的 其实你走不走 那是你的自由 我尊重你 但是我就觉得你很好看 我就要告诉你 我就想让你知道 你就真的很棒 还有一种 比如说就 可能有的时候 自己会觉得突然开心的事情 比如说刚才 十号小姐姐 对吧 说她是送外卖的 那我就很奇怪 你长这么可爱 你送外卖 就是因为长得可爱 所以吸引对方的关注 你说你长得可爱 但是其实呢 我比你有点坏 我今天来跟你搭讪 看起来有点奇怪 再奇怪也没有刚才 搭讪空姐那么怪 因为我是《非诚勿扰》里最帅 所以说我现在要坏坏 谢谢 谢谢 有人发表一下观后感吗 14号 其实想问一下 就是在你这么多搭讪的 经历过程中 你的收获是什么 我搭讪没有太多的目的性 我就是一种训练 那我看见你好看 我就会告诉你 我喜欢一个人 我也直接会告诉你 我喜欢你 但是我并不是一定要跟你在一起 我只是表达我的感受 我觉得这是对你的尊重 对 就这样了 我刚才一直在琢磨这个事儿 我也没把思路捋得很清楚 一个好的那种搭讪 应该是什么样子 两位能不能总结一下 我觉得首先我认同男嘉宾的 他的这个风格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就是不强迫别人 只要不去涉及到别人的自由 不要有侵犯性 比如说大街上 健身游泳了解一下 把那个纸塞到你面前 拦在你行进的路线上 我认为这个虽然不是搭讪 但是对我来说 其实是一种冒犯 是 就你不要看一下我什么身材 你让我了解一下 忘了 我们都希望在搭讪的 这一刹那的交流中 彼此有真实的被看见 比方说我们微博 我有那么多的评论对吧 哪些你回哪些你不回 你往往那个点 它触动到你真实的那种感受了 你就会回复 如果在大街上 看见黄老师陌生人的话 你是那个 是不是那个如意传就是你拍的 我跟你讲 我特别同情如意的命 一句话就立刻可以交流 对对对 总结一下你们俩的意思 就是只要夸我们的 也不是 绝对不是 要夸在点上 那也不是 就是说在那一刹那的交流中 人如何跟对方 去建立真正的连结 有些连结那刹那 你读懂了她的情绪 我觉得内容是 非常奇妙的缘分 来 选第二个 请男嘉宾在拼多多购物APP上 为中选女生跳全力 看她选的第二个女生是 10号 看第二条片子 以前在小城市跳舞 身边很多人都很崇拜我 那个时候就是有点不愁女朋友 一直没有学会什么叫去爱 因为爱来的太容易了 直到第一次 印象特别深刻的恋爱了 她经常来我们班里看我跳舞 直接就跟她表白 然后直接就被拒绝 我就追另一个女生 同学帮我做那个烟火症 都布置好了 突然间人就不来了 于是我就给她约出来了 满天烟花皮包 然后当时她可能就被感动了 可能年少轻狂吧 对她一点都不关心不呵护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她 其中有一个就是 她在我这缺失的关爱 在她那就得到了 必须要做一个选择 但是她最后没有选择我 后来的一个女孩 属于一见钟情 让我一眼看见 就觉得就被迷上了 会说一些比较暧昧的话 就说想我啊 我要结婚就找你这种 她说那个话呢 感觉就是我只要再努努力 就我们俩就会在一起 我真的就信以为真了 我要去网上收资料 我应该该怎么谈恋爱 就会去尝试 比如说故意不理她啊 朋友圈里就发一些 跟别的女生的照片啊 制造一种紧张感嘛 分分合合差不多十多次吧 这段就这样结束 我喜欢爱学习 有追求 不甘平反无关端正的女生 懂性感就更好了 杨泽慧 刚刚看了你有段感情 就是你会去网上搜索 一些恋爱方面的攻略之类的 那你觉得这些攻略 对你的实际的恋爱当中 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还是说你觉得他们害了你呢 就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用处 但是到后面的时候 就还是会失败吧 就你学再多经验 是别人的经验 可是你自己 还是那个样子的话 你没有那种男人的担当 没有那种男性的魅力 你没有吸引力 就是你很难真正地吸引人 对 这个我也深有同感 因为之前有段恋爱的时候 我也是会去搜一些东西 会说你作为一个女生 你应该怎么样 去博取她的关注啊 怎么怎么样 但后来我也发现 这些东西其实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就是说重点还是在于 你自己要怎么提升你自己 让别人感受到你的真心实意 对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杨泽慧今天表现得好好 特别敢说也敢跳表现自己 他们两个刚才说的 我都特别同意 确实有一些年轻人 在特别是感情不太顺的时候 总是会经历过去什么 报个什么班 去搜个什么攻略 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去看这种类型的书 或者报这种类型的班 我认为情感是需要学习的 而且是一辈子都要学习的 这个学习如果说在两性关系当中 或人际关系当中 如果非得有一条 放在任何地方都适用的一个准则的话 我认为恐怕我能说出来就一条 真诚的 而不是任何技巧 千万别学那些东西 拿一颗真诚的心比什么都强 1号 我在VCR里看到你说有个词叫紧张感 那如果说你在台女朋友 或者说你再遇到一个挺喜欢的女孩 就比如说台上这两位 还会用造成他们紧张感来 让他们更喜欢你吗 不会了 不会了 就像孟老师说的 你要真诚 就是只要是假的东西 你被对方看穿了之后 就马上就会讨厌你 你的价值就会很低 真正的吸引就是你这个人的魅力 你是那样的人的时候 其实那些都不重要了 就是你没有自信的时候 你不知道该怎么去 跟女生沟通的时候 你才会用这种很笨的方法 它一时确实会让 就是关心你的人 爱护你的人 就会有情绪的那种变化 但实际上最后 跟这段关系的维护 没有太大的帮助 谢谢 这段话说得 真的好好啊 水平很高 2号 男嘉宾的第二段感情里面 你提到会分分合合十多次是吧 我想问你男嘉宾 那你这样的话 是你脾气不太好吗 还是说你是那种吵架 会激动到一定程度 就会说分手的人吗 不是的 我从来不是一个 先说分手的人 可能是我之前的魅力不够吧 人家不喜欢我 所以分手 但是后面我拥有套路 又把它给拽回来 拽回来之后 刚才已经总结过了 我的人还是那样的人 所以他就又分手 又喜欢我 又不喜欢我 又喜欢我 那最后现在彻底凉凉了 你们都在问同样的问题 就男嘉宾您说了 他用这种套路 跟这个女朋友分分合十几次 最后还是不成功的 然后所以他说 他不想用这种套路了 来 7号 其实我觉得 从网上最值得学习的 应该是怎么去了解自己 就是你想要了解 对方的生活 或者他的 对某些事情想法的时候 首先你要自己先说出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这样能够加强 你跟对方的这种亲密度 并且打开这个话题 对 就是如果大家觉得有困扰的时候 与其是相信网上那些什么速成啊 那些攻略啊 还不如去读一点心理学的一些书籍啊 或者关注一些心理学的那些公众号 最后一个问题 杨若丹 在那个刚才的VCR当中 你说你搭讪了100多个人 然后这些人的结果是怎样的 你搭讪完呢 我没有太多有结果的 但是这些人都会在你的微信里 或是通讯录里 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 我的微信人特别多 就4000多好友 我已经找不出谁是谁了 我觉得到这个阶段 女嘉宾老在听男嘉宾语言当中 有没有哪些东西我不能接受的 大家会特别敏感在某些词句上 但是男嘉宾的叙述的过程 是其实讲了他的成长的经历 过去的时候 他尝试着打开自己 他去学习搭讪 也不能把他理解成 因为你搭讪 你有很多女朋友嘛 你又发展成什么样了 看他讲了他一个成长的经历 没关系 老师 其实我特别理解他们理解 就很多女嘉宾 对我这些关键词的敏感 对 他很正常 别光是在座 如果就是全中国 可能很多都是这样的 对 而且也理解 就是大家来自五湖四海 就在一个平台上突然认识了 然后要突破这个物理距离 所以大家有很多顾虑 都是很正常的 所以你把顾虑表达出来 然后就是一种很好的沟通 现在留灯的是2号 3号和9号 你可以在这三个女生当中 选一个替代那两个女生当中的一个 你的选择是 我可以争取一下吗 可以 是的 我自己的习惯就是说 当我遇到一个人的时候 我觉得我对他动心的时候 我一定要让他知道 我其实今天看到男嘉宾的时候呢 从一开始我就有一种就是说 我希望他能够把我带走的一种心情 然后我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上《非诚勿扰》 而且的话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和我一起全球旅行 小哥哥 跟我走吧 我们去巴黎铁堂 我们去布拉根超校 我们去布拉根超校 我们去布拉根最多人 看别人不去躲躲 那两个女孩你选出来是你喜欢的 她们给你留灯没留灯可不知道 那三个是肯定给你走的 坏还是不坏 算吧 谁换谁 9号换牛仔妹妹 好 来 我们先看看 那个外卖妹妹有没有留灯 有请9号 来 看大屏幕 两个女生的三个关键词 潘颜林 我所追求的心不昏足 3 对台上女嘉宾的看法你选一个 1 自己追求新女权主义 这种女权并非强势地让男人下跪 追求的是工作外等各个层面和男人平等的权利 杨若南 1 你看不出来的 2 我最重要的 3 不准彩线 你最重要的 工作将会成为自己接下来生活的重点 希望另一半能理解支持自己 最后一个问题 问两个女生 刚才我说了吗 我对会做饭的女生 就比较没有抵抗理解 所以我想问一下两位会不会做饭 来 9号 不会 心女权主义者 来 杨若南 不会吐 不会什么 就是也不会 我得想要男吃的是什么药才要吐 我 两位 杨若南 已经之前给了你一些拒绝的信号 潘燕玲呢 是很明确地表现出来对她的好感 她资料里写说 喜欢在生活中管管她 让她有安全感 爸爸很小就去世了 是跟妈妈一块儿陪伴长大的 所以她经常会在个性当中 表现出男孩的一面 其实是有点保护妈妈的那个意思 包括她说的心女权的那个东西 我的理解是说希望自己更坚强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希望你能够去保护一下她 振宇 我就两句话吧 杨若南没有留灯 但是潘燕玲也是非常优秀的姑娘 你要知道能够在区块链这个产业里面 混有一席之地的话 其实头脑当中的东西是非常多的 对 我对区块链的研究也特别深 那好了 来 做决定吧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 不用说了 大家都知道答案了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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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 由港珠草蛋糕行动的浪漫海岛 所以港珠草蛋糕不对女士真的 港珠草蛋糕好吃不上过的 我们在台上 其实都只能看到一个轮廓 但是呢 如果有那种心动感 我就觉得为什么不去争取呢 就当她跟我表白的那一瞬间 我是真的为她的勇气 就震撼到了 我觉得这种勇敢地追求 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种品质 在这个社会上 就是钻石一样吸引 那一瞬间 女嘉宾就吸引到了 港珠草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我对在这个舞台上 歌唱得特别好 舞跳得特别好的男生 我的内心是有小小的担心和顾虑 这种顾虑是什么呢 我舞跳得那么棒 我歌唱得那么好 一张嘴啊 迷死人了 你们崇拜崇拜我就可以了 至于找不找人就无所谓 我是对这种类型有点担心的 但是越往后聊 我的这个感受 是在慢慢发生变化的 她在总结她过去情感经历的态度 是认真的 包括前9号下去的那种 爱情来了这种感觉 还是让我觉得替她们高兴 祝她们幸福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拼多多独家 冠名播出的《非诚勿扰》 拼多多拼着买更便宜 《非诚勿扰》由港容蒸蛋糕特约播出 港容蒸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港容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本节目由狼牌特区特约播出 狼牌特区来自四川农乡正宗 和狼牌特区为珍爱干杯 本节目由陈克敏面条赞助播出 乡亲就上《非诚勿扰》吃面 只是陈克敏 一面之交 终身难忘 想要征婚相亲交友的朋友 可以通过珍爱网 百合网 世纪佳缘网 或者现场报名 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